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我們陸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高鈣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這個要做一個厲害的醬 那這個醬其實燒菜燒飯都非常好 而且今天用了兩個高鈣的干貨 一個是小魚乾 一個是櫻花蝦 所以這個是家常的方便高鈣醬 觀眾朋友在家可以自己做 那我們準備了小魚乾跟櫻花蝦之後 老師要先做這個醬 對 然後我們要準備差不多平均50公克的蒜頭 還有一點點的絞肉 那也可以加雞肉 你就看你自己喜歡吃牛肉雞肉都可以 這個就水性 你看加什麼肉都可以 然後要有差不多我們講兩湯匙的豆豉 然後一點點的辣椒 然後這裡面的調味料就是一點糖 一點醬油 然後蠔油跟酒 這樣就可以了 鍋子一熱的時候 我們先把我們的蝦 魚 小魚乾有什麼前製作業 先把它洗乾淨之後給它烘乾 然後之後就是下鍋 好 稍微水洗洗乾淨 洗乾淨一下 然後要給它乾 然後稍微瀝乾烘乾 對 烘乾 現在要讓它乾炒 也要讓它的腥味炒掉 對 一定要有一點油下去 然後之後呢 我們今天是用到的比較薄一點的櫻花蝦 它的甜度很甜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一起炒 那如果沒有櫻花蝦 像蝦皮蝦米也都可以 對 因為基本上都一樣高概 那你就看到來這個很簡單 反正青梅一定會做 你就直接一顆一顆下就可以了 有 你剛剛這樣看我是覺得 蠻簡單的 對 應該可以 然後蒜頭最後就是我們第二個 把櫻花蝦加進去之後炒香了 你只要聞到香氣就可以蒜頭下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絞肉有沒有 就也一起下來了 絞肉的量也不用多 不用多 一丁點 然後你在炒的時候就是 現在有沒有看到 肉都是整個結塊 那你要炒到它散掉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要讓它乾炒 炒香 所以師傅的筷子是一直拌的 對 一定要拌 因為拌的話它炒得才會平均 大家看到我們的蒜頭 是沒有把它炒酥的 我們是要讓它有微微的 一個蒜頭的軟嫩的效果 好 炒到差不多了 然後這時候辣椒一定要下來 好 多量辣椒 看自己可以接受的辣度 對 一點點 就增加它的顏色就可以了 這個還是好好吃 對 這炒起來真的 就是當個小菜也很好吃 然後這個裡面的膏蓋 可以吃一餐 補三天 好吃 這樣 真的 師傅 這個豆豉是 乾的 乾的 然後有把它剁碎 稍微剁碎 它的味道會很快 就釋放出來 然後醬油先下 好 好 讓它滾一下 讓它醬香氣出來 好 一定要加黃酒 黃酒 黃酒下去的時候 它的香味會更足 然後一點點的冰糖或者糖都可以 然後蠔油 醬油跟黃酒跟蠔油 對 先把這個醬汁下來 稍微把它炒到 它味道整個出來 其實這個醬汁之後 已經開始製放出來 這時候我們加差不多 半碗的水 多量的水 對 然後我先給它稍微滾一下 就是要稍微讓它燉煮 然後讓它味道完全釋放出來 然後就把它蓋一下 燉煮一下 然後這一鍋就很簡單的 我們把它開著 我們這個是什麼菜 就是橄欖菜 對 芥蘭 它是橄欖的類似 我們是把它稍微把它撕了 然後撕好之後 把它葉子稍微切一下 老的葉子就把它挑掉 對 然後周圍這個外殼比較粗的纖維把它撕掉 是的 然後這個梗它還維持一點水分跟厚度 對 那師傅現在要來燒青菜 基本上是這個萬用醬就很適合來做青菜的料理 對 所以假設不是用芥蘭 比方說其他的菠菜 縣菜 其實都可以燒這一道料理 是的 其實老實講 我教大家一個快速地炒青菜的方式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煮鍋 然後先把油下來 可是這個就是炒豬菜 油一定要多 對 我們在炒的時候 我們火盡量讓它大 然後之後就很簡單的 它香氣出來了 就把它擺進來 好 蒜頭 對 蒜頭爆香之後青菜下 對 然後這時候也是一樣 加上差不多平均 拌碗的水 多亮的水 水也不用過多 然後有一些點水蒸煮 蓋骨蓋 好 只要看到蒸氣一上來 平均我們會看到蒸氣上來30秒 其實老實講青菜都熟了 可是我們芥菜 我們就芥菜類的或者橄欖葉的 它本身有梗 所以你只要醃一上來一分鐘 它一定熟 而且這樣比汆燙還漂亮 還漂亮 有些人汆燙都會燙到黑 對 然後尤其是在炒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觀眾都會一直炒一直炒 炒到最後之後 它的菜就整個會澀掉 什麼原因 它的營養成分完全跑掉 所以你用這個蓋子 一蓋上去的時候 它的甜分完全鎖在裡面 所以它吃起來就會比較好吃 好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我們的醬 我們的醬 剛剛也是要讓它燒滾 對 讓它融合所有的醬料跟食材 跟調味料的風味 現在已經融合了 它這個醬就很好吃 就是你把它擺冷了之後 把它擺在一個瓶子裡面 這根本就是快速版的SO醬 對 其實老實講 你加一點干貝 就可以像干貝的SO醬 這個感覺拌飯拌麵 這個超好吃的 或者拌一些沒味道的豆腐 青菜 對 有時候我們在炒肉沒有炒開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把它壓一壓 把它壓一下 對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